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台新信用卡限时纠团活动来咯 每一个纠团者上线就是怎么拿到一万人的全家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我们今天呢,来聊聊信用卡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 你的荷包里面呢,应该会有一张台新卡 怎么说呢 其实在四五年前啊 台新这个Richard数位账户跟阿狗狗卡 其实非常的风行 所以几乎是人手一个账户 人手一张卡的这个情形啊 那当然他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之后呢 他们产品回馈率就会向下调降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是有这么沉重的支出啦 没办法 所以呢,我个人合理推测 大部分的人通通都是台新卡的旧户了 除非你真的很讨厌这个产品 最后都把它结清消户 卡片剪光光 那你才有可能是新户这样子 也就是说 其实我的受众 基本上都是台新旧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推台新卡的MGM 没有人可以上车 因为你都是旧户啦 那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念旧的话 其实我不太会随便去剪卡 或者是把账户停用掉 因为你要重新办有点麻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每次做台新卡的活动 揪团 其实都比较难 揪到人 但我当然不意外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旧户了 如果你们有印象中 我之前讲过的1000个贴粉理论 就是我只要把这1000个 粉丝照顾好 其实就够了 所以我其实现在都不太认真的去推这种 新户的活动 这种新户活动 其实都是要看缘分 因为你的影响力 尽管再往外触及更多人 但是也很多人都是旧户啊 所以你是绕不到什么好处的 我这个就是随缘就算了 但是呢 这一次台新呢 他就推出了一档 就是旧户办卡 也有好康的活动 这个蛮微妙的 他的游戏规则很简单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旧团主 你只要有台新信用卡 你就可以到他的官网去注册活动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推电连结 你就可以丢给你身边的亲友 他们有台新卡不打紧 他只要没有指定的卡别 那么在这段活动期间里面 申办并且认刷一笔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旧团的奖金 那这个旧团奖金是多少呢 200刷卡金 那台新这一次他也做了一些限制 比如说旧户能够上车的 一个人只能办三张卡片 然后可以拿多少 三二得六就是六百块钱 如果你本身持有 比如说台新阿狗狗卡 那么你现在呢 就可以跟团上车来办 Flygo卡 台新旺卡 或者是玫瑰giving卡 这些卡片通通办下来的话呢 你最多可以再赚600元的刷卡金 所以这个活动很简单 就是你200我200 那你就想说旧户跟团只有200 那旧团者呢 旧团者可以拿多少 他们旧团者这次有点微妙 他们做了一个 我觉得蛮贱的一个设计 这可能是因为去年的活动 他们的门槛设定的太低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哎呀随便旧都有钱赚 所以他们这一次他们的小心机 是放在旧团者身上 他要求说你旧一张卡片 你就要刷一笔 你就100张卡 你就要刷100笔 对你虽然说没有那个旧团三个人的上限 但是呢你旧越多人办越多卡 你要刷的笔数就越多 你刷的不多的话呢 他刷卡金不会给你 你不觉得这很讨人厌吗 通常的话 通常旧团者只要在活动期间刷一笔就好了 对不对 他现在把它变成说 旧一张卡就要刷一笔 这真的是很讨人厌的设计 所以为什么网路上没有任何的布洛克 在推这张活动 你就知道了 因为一点都不划算 我的主力卡又不是台信 你逼我就是天天年年日月月月都要刷吗 而且要在活动期间 就是9月7号到10月10号之间全部刷完 那很夸张 如果我救了100张 我只能要刷100笔 我真的是会疯掉 对不对 那我都不用上班了 这个很夸张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这样子的一个旧团活动 其实他的效益不会太好 因为就算我有能力吃下那么多的粉丝 就是旧物上车 我也不见得有那个能力 可以去拿到全部的刷卡金 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觉得 他们设计的非常的烂 会导致说这个旧团者是不愿意上车的 不过对比于去年的那一档活动 去年也有一个老板不相信靠自己加薪的活动 类似的就是旧物旧办卡 旧物旧办卡的部分 他只要求旧团者要在活动期间刷一笔 那么每一个旧团者上线 就是只能够拿到1万元刷卡金 他这一次有针对1万元刷卡金的上线 提升到3万元 但是你要刷的笔数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没有人就是那么的笨蛋去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你的成本太高了 你要花太多时间去一直刷卡一直刷卡 甚至你在活动结束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救多少人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是一个蛮不划算的投资 所以不容易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会把这个资讯 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分享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然后把连结放出来 你只要点这个连结上车 那旧团者有没有拿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自己就可以趁这个活动 多办三张卡 多拿600刷卡金 我觉得这个对于被揪团者来讲 还是OK的 所以可能不会刷那么多 我也不见得会一直拿弹心卡去刷 我甚至在网上都跟他抽卡 都骂他这样子 但是我的恩怨是我的事情 大家还是可以点这个连结 然后你来申办你所需要的卡片 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 你就是可以多赚600刷卡金 你在这个时间之外 你去做办卡的动作 都是什么屁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 必须要就是厘清这样子 相关的资讯我都把它放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了 你有兴趣你就点开来看 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在举办MGM活动了 因为所谓的MGM活动就是 银行给我200 我再给你100 所以你等于是可以拿300的意思 但是这次我就不办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龟毛了 所以我也必须用我的行为 就是来抵制跟抗议他 因为我真的不会去刷他的卡 所以尽管100个人上车 我其实还是拿不到 我可能刷个两三笔 然后就是拿来缴这个水费或电费 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拿不到什么额外的回馈的 所以我们就是单纯的资讯分享 那你最近可以办什么卡片呢 如果对台新旺卡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然后你也觉得这张卡片呢 呃免年费 然后这个商务预期卡 你觉得OK 你也可以办一张免年费的卡片 然后来赚200刷卡金 那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好用的卡片 可能Agora卡跟Flygo卡 是相对好用的 Flygo卡我怎么用它呢 如果我要出国的话呢 拿这张卡片 它是Messor卡国际发卡组织的 刷退呢 它是退手续费给你 很好用 汇率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么只要当月的新增消费 超过5000元以上 海外交易通通都是3%回馈 这个是蛮好的 虽然说它有一个5000块门槛 有点讨人厌 但是还是堪用的 那Agora卡呢 我会把它绑定在台新配 在小七做缴费 每个月5000块掉 6250元之间 就是5%回馈 另外一个是全赢加配 我可以把Agora卡绑定在全赢加配 一样在全家做消费跟缴费 一样也是有5%的回馈 它的门槛一样是最低要5000 5000到6250元 这个是蛮好用的 所以我会做的事情就是说 我有用Agora卡的指定通路 然后有做消费了 但是我一定要抽到5000元 我就会拿台电的APP里面 然后来产生这个电费预缴单 比如说我刷了3000块 那6250到3000块中间 是不是差了3250元 我就可能就可以产一单3000块 一单250元 然后透过小七或者是全家来缴电费 这样子我当期的账单 就一定会6250 想你知道吗 就是家里面的水费电费 可能不会想象中的那么低 电费会比较高 水费比较低 所以每两个月缴一次的电费 你就可以透过预缴的方式 然后来吃到卡片的回馈 它甚至连带的会连你一般 有做新增消费的这一块 也可以拿到高额的回馈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也提供给你参考 那另外一张是玫瑰Giving卡 玫瑰Giving卡的话 是在节假日有3%回馈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在 假日出去玩的时候 主力刷这张卡片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我之前因为真的很赌揽台心 所以我其实都不太推这张卡片 那它推的好不好 其实跟我无关 它两年前推出来最厉害的就是 香水卡 然后就是有那个网格香水 然后你滴那个香水 它会有香氛跑出来 除此之外就是 那时候好像买iPhone 11 还是iPhone 12 就是有最高 好像是38%的回馈 每个人都可以拿个 2400或2500 等于是你刷一台iPhone 就是6折 那时候很厉害 但现在当然没有了 因为他们钱都花完 所以当然就没有了 这张卡片回归正常使用 就是在节假日出游的时候 可不可以拿来刷 可以 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网络上讨论蛮热烈的 就是拿来缴保费有3% 但是呢 你就必须要确定你的保单 是可以在假日这段时间 进行扣款 才可以 因为很多时候 你虽然说网络上授权刷卡 但是它可能最后是变成 人工单子进件的方式 那它的刷卡时间又错开 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它勤管时间不一样 所以就会变成说 你拿不到这个回馈 我觉得它的风险性太高 所以我不会把它拿来 缴我的保费 就会有点太堵住了 除非你100%确认 你的保单真的可以 在假日的时候扣款 那你当然就可以用 而如果不行的话 我还是用其他的 两%的卡 可以分期的卡 其实也都很不错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跟团来 申办台新卡 我觉得这个 你就见仁见证 因为说真的 我有520张信用卡 我有这么多的卡片选择 我可以完全不使用 一家银行的卡片 对不对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说真的 你要拿来缴水费 电费的卡片 超过5%的 大有人在 也不见得一定要台新 但是因为你用台新卡 然后它又拿不到 过水的手续费 然后你又可以 赚到它的回馈 感觉现在它就是会吃亏 做起来就蛮爽的 这样子 那台新卡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不常刷了 除非拿来缴水费 或电费 在超商所做的 这些缴费的动作 我就一定会拿 它的卡片出来刷 因为这就是 要给它撸羊毛这样子 就提供给你参考了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也私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到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